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得到更看門道 2022年6月24日 巨人小聯盟2A女美投手鄧凱薇 主場先發對戰紅襪2A 一局上面對第二棒Sedden Rafiella 中間偏內角大腿高位置滑球進壘 特別注意本場攝影角度偏右後方 而且鏡頭比較壓縮 所以會讓右頭的滑球彈指曲球有往右跑的錯覺 真實軌跡如4億畫面 應該是從外角拐回內角方向 再一刻偏外角偏低滑球揮棒落空 實際軌跡除了下墜還會往外拐 讓打者以為從好球帶進來出棒 結果再揮空 再塞一顆更偏外側偏低的滑球 打者在上當揮空三陣出局 應該是在鎖定速球的原因 就比較不容易選掉 二局上半第二名打者Tirek Reed 滑球掉到中間膝蓋高度好球帶 腰帶位置速球稍微偏外側壞球 包包園指出來到94Mai 再一顆外角低速球 這次削到好球帶邊上 再來一顆中間偏內角滑球 應該是有削到好球帶最上緣 但主神沒剪 那就再來一顆滑球 看似從外角大腿高位置進壘 再擊墜掉出好球帶 打者揮棒落空三陣出局 下一棒Easy Wilson 這邊有一顆本場沒頭幾顆的變速球 可以看到最後瞬間的又串滿犀利 再一顆速球投高了 但有高調球的效果 打者跟不到尾鏡揮空 這個打席還有一顆相當犀利內角擊墜的滑球 打者完全被騙再揮空 三局上第二名打者Nick Soga 先是連續三顆偏內角速球壞球 終於中間高速球搶下好球 然後再突襲一顆內角低位置滑球 形成完美的貢鬼效應 打者以為又是紅中速球進來 結果完全觸棒太快揮空 那就再來一顆滑球 換成中間偏外角低位置 一樣讓打者抓不到尾鏡 揮空三陣出局 四局上首名打者Steven Scott 中間偏胸口高度速球 打者插棒界外 內角低位置滑球 打者也有做好準備 但還是只能勉強插到球皮界外 接著再來一顆曲球 掉出中間低位置好球袋 速度更慢 下墜幅度更大 換種方式破壞打擊節奏 打者這次追不到了 揮棒握空三球三陣出局 下一位打者Steven Raphaella 最後兩顆球 先是一顆內角高於腰帶的速球 被拉出界外 然後下一顆又是一顆中間高角度滑球進來 打者以為又是偏高球路要放掉 沒想到這次掉進高位置好球袋 被拉掉三陣 五局上首名打者Alex Binelas 再視覺又衝穿尾鏡的內角低位置速球 打者插棒界外 再來偏內角大腿高滑球 打者沒掌握好插棒界外 來一顆提前落地 從大腿高度級罪的內角曲球 打者大概是對訴求念念不忘 加上這球類似只差抖翹下墜 導致被騙出棒無法選掉這顆壞球 會棒落空三陣出局 可惜接下來鄧凱薇保送了下一名打者Tirek Reed 結束了本場先發 連續4點1局 沒讓任何打者上壘的完美狀態 對下一棒Easy Wilson 第一球又投出大爆頭 捕手跟隊友趕緊上投手球 穩住鄧凱薇 回來之後 馬上一顆串進內角低位置的訴求好球 讓打者再看一顆偏內角訴求 接著內角低位置脊墜滑球 完全破壞打者節奏製造揮空漂亮 再一顆滑球走左打者後門 精準銷進外角低位置好球 打者被拉掉 實際軌跡如示意畫面 會看起來像壞球再拐回來 把打者殺了個措手不及 但鄧凱薇接下來的控球 尤其是訴求 又突然找不到前幾局 都能塞在邊邊角角的準心 接連保送下兩棒打者 擊成兩人出局滿壘的局面 好不容易讓下一棒 Tyler Delden 擊出右側滾地球 二雷所Bred Arbeck 卻發生接球失誤 導致散壘這一分回來 但凱薇撕掉唯一一分為非智則分 再用脊椎滑球 讓下一棒Steven Scott 擊出右側滾地球 終於化解滿壘危機 右局上首名搭者Sadden Raffaella 提前落地偏外側滑球壞球 接著這顆訴求帶右串尾鏡 宵禁中間偏內角膝蓋好球袋 在一顆幾乎相同位置的訴求進壘 這次打者決定要揮 但追不到右下串的尾鏡揮空 博博原指出達到94mm 接著打者大概是心有不甘 還在想著剛才錯過的訴求 想出再來一顆我就扛出去 結果就沒能選掉 這個相當偏外側 提前落地的滑球 揮棒落空三陣出局 本場鄧凱薇已經有兩次相當偏差的變化球 還是能吸引打者出棒 這就凸顯擁有一顆好訴求的重要性 能單獨作為武器用了為變化球鋪陳 鄧凱薇本季最大的進步就是訴求的尾鏡提升 但控球穩定性還帶進步 下一棒Christian Kors 慘鬥連續碰出五顆界外球 最後滑球投在外角高位置 剛好利用打者想選寶宋的心理 以為是偏高位置進壘 結果最後掉下來在外角好球帶上緣 讓打者被拉掉三陣 下一棒Alex Benilas 最後一樣是用本場控制力幾家的滑球 走在內角低位置 對左打而言看似紅中進壘在急墜 打者揮棒落空三陣出局 鄧凱薇這個半局三個出局都用三陣打下相當精彩 切局上這顆中間已經掉到膝蓋以下的滑球 還是被開局打者Tirek Rhee 掃出中間方向安打 也是鄧凱薇本場唯一被擊出的安打 但二壘手Bred Arbeck 如果第一時間接得乾淨還是有機會一拼 下一棒Easy Wilson 最後用這顆走後門的外角低位置彈指曲球 沾到本雷板 完美收尾拿下拉弓三陣 第11次三陣入袋 實際軌跡請看示意畫面 這個時候鄧凱薇已經用了102球的情況下 教練團基於保護立場把他換下場 最後鄧凱薇成功佔下球技第四陣 手機的震度 手機的震度 第11次 震度 感谢观看